日本战时首相东条英姬因为战争罪被判侥刑之后 其实多年来最终葬身之地一直都是谜 日本研究人员就透过解密的美国文件 证明美军在距离横滨50公里的上空 将东条英姬和其他六名甲鸡战犯的骨灰杀入太平洋 这是第一次有文件明确记载七人骨灰的处理方式 这份至七1948年12月23号的秘密档案 清楚说明整个遗体处理过程 上面还有美国军人显明自己接收遗体 监督火化和亲自将骨灰杀入太平洋 整个行动高度击灭 因为美军要避免极端国家主义分子有机会接触遗体 并将他们列为列室 东条英姬的曾孙坦言 家族坟墓只有曾祖父的头发和指甲 如今知道骨灰杀在日本领海 让他感到宽慰 等下到今天 先来 WOO Ž